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段要跟永年副總討論一下 大家關心的航運三雄 畫面上我們看到 又有頭顧 而且是宏遠頭顧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宏遠頭顧是這一波 看好航運最久 最早的 最早 最久 那這一次又調高了目標價 我們看一下長榮的目標價 三五九 陽明目標價三五一 萬海目標價四零三 不斷的調高 當然我們做節目很用心 我們手上也拿到了這個報告 九月十五號最新的 這報告 航空浪噹有四十頁 但沒辦法給大家看 因為他說 僅供參考 不得轉傳 大家千萬不要留言 叫我們把報告轉傳給你 沒辦法 但是把結論告訴大家 所以永年副總 現在航運三雄 除了看基本面之外 沒有從技術面角度可以讓大家做參考 其實是有了 其實他有很多的方面 我們這樣講 這個貨櫃三雄 你看 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算翻 對不對 好得不得了 基本面好到一個爆炸 可是股價為什麼會腰斬 對不對 所以他還有其他的因素 第一個是技術面 第二個是籌碼 籌碼的因素 籌碼太多了 這個太亂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單一個股 這個技術面 我們舉例這個萬海 這個XQ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萬海 這是日K線 大家看一下 他這邊整理 我先講這邊 現在的情況 他這邊整理很久了 對不對 整一段時間了 大家看 兩個多月 在九月份 已經開始嘗試做出一個底部 而且這個底部 有可能會成形 所以他有機會反彈 這個RSI 我記得有能富翁在這個平臺 也交過一次對不對 是 對 有興趣的人再把它點出來看一遍 對 當 那一次我們介紹的是這大盤 我們說為什麼我們會在去年的三月十九號去買股票 那因為這RSI也顯露出來了 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為什麼在這邊會做頭這個跌下來跌得這麼深 這邊是熱門股 然後這個報告一直出 目標價一直調高 怎麼就見高點 對 沒有錯 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邊的時候 他的這個六日的RSI跟十二日的RSI 是在一個相對的高點 這是在這邊 在這邊 對 那可是到後面 他還漲了一大段 是 在這邊的時候 收盤價大概是250塊左右 大概250塊左右 OK 在這邊 對 在這邊的時候 他大概是收盤價 大概是251塊 對不對 對不對 他的RSI 六日RSI在94.27 然後 等到他到了這個300多塊的時候 到這個7月1號的時候 7月1號 對 他這個最高點的時候 他的收盤價值多少 336塊 你看 漲了85塊 但是 他的RSI多少 六日RSI 86而已 只剩下86了 對不對 這個股價創新高 可是他的這個RSI沒有再創新高 這個叫做背離 那在高檔的背離 我們一般來叫做空投背離 又叫做熊市背離 那麼什麼熊市 不是那個菜市場裡面賣熊 就是一個所謂熊市 牛跟熊 熊就代表空投 這個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你看背離之後 後面跌了一大波 從300多塊跌到200塊 這個跌得大家心都碎了 感覺好像這個隨時要破底 但是你覺得不對 底部好像有出來 是 那現在 底部有出來的跡象 可是這是個短底 我先跟大家聲明一下 短底 對 這個過完結之後 中央結之後 是有可能反彈的 可是要再回到這個 像是他們講的什麼403塊 對 我們就看 到底是施工隊 還是紅遠投顧隊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對 然後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RSI的背離 我們從它的背離來找買賣點 先交熊市背離 對 我們先講壞消息 再講好消息 先找賣點的 先找賣點的 或是空點的 對 這個是大盤 這大盤 今年的1月的時候 你看一下 在這裡的 這邊呢 當時指數多少 15557 然後 6月RSI 它的這個位置在94.07 然後到了 在這裡呢 接下來到2月時候 它的一個高點 是16424 有沒有 漲了將近800多點 將近900點 然後呢 它的RSI只有到77了 這是不是背離 就是你剛剛教的背離 指數創新高 可是呢 它的這個RSI沒有創新高 對 然後呢 這個叫做第一 短線的第一度背離 到這邊呢 指數再創新高 達1萬7了 6月RSI多少 88 這個叫做短線的二度背離 可是呢 它距離呢 距離這個原始的點 最高點呢 已經算是有一段時間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叫做中期的一度背離 它短線可以兩次背離 短線是二度背離 對 中線是一度背離 中線是一度背離 然後呢 到最後走到18000點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你看 指數17919了 對 又是RSI做多少 又是只有83 只有83 又是中期的二度背離 所以呢 每當出現二度背離的時候 大概就要開始整理了 所以短線一度背離 拉回幅度小 但是如果是中期的 對 這個拉回幅度就比較大 好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 多頭的牛市背離 反過來叫牛市背離 這個2016年的1月 大家看一下 這邊非常經典 它這一次呢 你看 這邊跌下來 它的這個 這個RSI呢 是14.4 那之後呢 三天之後更低點 又破底 然後呢 它就更高了 RSI高了 這是1度背離 對 然後再隔兩天又跌 再創新低 指數又破底 對 然後它就 到22了 22 更高 然後呢 3度背離 對 之後開始大漲一波 所以有時候有耐心 這個等到3度背離 再進行